哈喽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 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 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我会非常推荐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道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天使传讯 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想要支持 我的香氛品牌 订购大天神的 那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 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 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 去形容到 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 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 不是一个会按照 排阵跟排域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在影片下方 打开字幕 如果你觉得 我的语速过快 可以到下方 进行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觉得 我声音太吵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 进入到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各位初音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 是要给初音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就会直接 进入到这个 开场讯息 提供一些 这些小小的评讯 希望可以为 处女座的朋友们 带来大大的帮助 首先呢 第一个开场讯息是呢 这两周呢 我感觉 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特别跟这个 紫色的这个颜色 杏色或紫色水晶 特别的有这种 很强烈 我感觉 是一种很稳定的连结 所以我会建议你 从服装配件 视频或水晶 可以自己做一个搭配 那某部分的人呢 我感觉 你们最近可能 走在路上 可能会被搭讪 桃花蛮好的 所以出门 记得打扮打扮一下 OK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是 最近你可能 特别喜欢吃 炸酱面 或麻酱面之类的 就是那种 干拌面之类的东西 OK 好 当然没有问题 多多吃一些美食 这是很好的 但是呢 淀粉 要记得摄取适量 好不好 OK 那第三个呢 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 这一两周呢 你们有一些人 好像是在 挑一些家具 而且是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高端一点 或高级一点家具 就比如说 假设 我感觉 好像你们家的一些 小电器用品 好像要 太旧换新 你就会想要换好一点的 比如说功能更多 更齐全的 或者是比如说 有知名大品牌的 OK 我感觉最近 你可能会有这个部分的支出 所以呢 可能要提早稍微计划一下 好不好 有可能 比如说家里的 可能刚好电锅 就就就坏掉了 所以呢 你可能就必须要去买一个新的 这样 那你可能就会考虑买一个 比如说功能更加齐全的这种 比如说高级电子锅 类似像这样子 OK 就是一个比喻 所以呢 大家可以提早做一个准备 好吗 那我们就准备呢 来进入这个 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 那请稍等我一下 让我把牌排好 因为新来的朋友们 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个只读正位牌卡的人 OK 来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两周 你的挑战牌卡是这个钱币三 这三组能量牌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 是钱币国王 那就一起 让我们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这个 处女座的朋友 好吗 好 请稍等我一下 OK 看一下 注意注意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现在之前 就是从你看到这个影片之前 因为我的影片没有任何的时间上面限制 就你从现在看到影片之前 我感觉呢 你在对一个 可能是你感兴趣吧 或者是你想要发展的一个什么 相关状况 人事物关系 或者是梦想跟目标呢 其实呢 你是投入很多精力的 我特别感觉 这边是有点耗能的 有点像是精力 不是只有体力而已 包含这种动脑的智力啊 或精力啊 投入的心血啊 我感觉是蛮多的 然后呢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好像有点像是 瞎子摸像 也不是很清楚知道说 前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好吧 来我等一下一起跟你解释 这张牌卡是你的前必三 那它是你的挑战牌卡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那场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的 因为在过去呢 你抽到的是圣杯女王 抽到的是保健酒 抽到的是月亮牌卡 这三张牌卡放在一起 给我直接有一个感觉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 你呀 劳心之外呢 因为说我个人感觉到 体力跟心智 大概体力占30%吧 心智大概60% 或甚至高一点的 初音座的朋友 可能会来到70% 然后呢 这些对你来讲 很耗能啊 又很伤神的事情 不是说 这很麻烦 或什么很难 我个人是觉得 那是因为 你觉得 这好像是你 选定一个 你要去投资 或投入 或者是要去进驻的 一个什么对你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 梦想目标 或者是关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觉得说 我这样做到底是对的吗 或这样子 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我这些想法 真的是可以实现吗 我个人觉得 这个保健酒 跟这个月亮牌卡 都给我一个感觉 你看这个月亮牌卡 是这个女生 她手上是有拿一个火把的 意思就是说 对 虽然前面看似不是很明朗 也不是很确定 方向到底是会如何 可是你带着一把火 象征的就是你的热情 那你在这边 当这个圣杯女王 喝了这杯酒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所有这些 怎么讲呢 热情也好 或者是比如说 怎么讲 拿在手上把你的担忧好了 一饮而下 这样子 那圣杯女王 还给我一个额外的信息 有点像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你想滋养的 你想要让它壮大的 你想要让它发展的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受 但这个保健酒 说实在的 我感觉 就算你外表 看起来好像 没什么事发生 大家也觉得说 哎呦 我事情是进行的 好像还不错 可是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说 我每天都很累 我每天都很心烦 我每天有好多事情要操劳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感觉在 过去的这个能量场当中呢 比较有点像是 还在一种迷雾当中 暂时还看不到出路的一个感觉 但并不是不好的 是指你去想嘛 比如说你要创业好了 或比如说你要进入一段关系好了 你当然不知道 这个创业的结果会是什么 这段关系到底会走到哪里 所以它是需要去探索 需要花时间 需要花精力 去栽培 去培养 去滋养它的 所以我感觉你过去状态 有点像是类似像这样 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吊人牌卡 抽到的是权杖身 抽到的是钱币试者 其实这三张牌卡 我觉得非常好的原因 是因为 前面虽然好像看不清楚 好像有点物理看花 但是它给了你一个 很好的机会 停下来 停下来不是说 没有停滞不前了 这个计划退不动 不是 停下来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过程进展 很缓慢 或很稳定 或者是很有这种 规律性的进展过程当中 没有像你想的那种 一触即发 爆炸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反而让你有一些 机会去思考 嗯 那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这边先做呢 还是这边先投入呢 还是这边先投资呢 我觉得这张吊人牌卡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感受 就是你看 这吊人 它脚上面是有一个金币的 你在这边有一个钱币试着 对吧 那这个权杖三更好了 这几张牌卡放在一起 就是你看 钱币加钱币 其实就是钱币 钱币要象征的意思是说 我要好好的去 什么计划 我要好好的去 比如说规划 或者是我要好好的去 算一算 这些成本要多少 这时间要付出多少 或者是我应该 从中可能也要牺牲什么 对吧 所以我感觉这个钱币二啊 它同时出现的时候 是你知道说 嗯 我要好好的去做一个 全盘性的 甚至有策略性的一个规划 那这两张牌卡 我觉得 为什么会拆开 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钱币试着啊 象征的就是 哦没关系 我可以慢慢走 我可以一颗一颗钱币慢慢投入 但是哦 我投入的钱币是很大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钱币是很大的 这个钱币是很小的 这个很大的钱币试着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有本钱去做这件事 不管是体力也好 心力也好 智力也好 资源也好 人脉也好 我是有体力做这件事情 但是 我不急 我不慌 我也不忙 OK 不是说你不忙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慌忙 不是说 哎呀 机会来 赶快赶快 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在这里 不是的 你是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的底气是什么 然后你看后面有一批羊 他是在这边慢慢吃草的 象征的意思是说 我不慌也不忙 我清楚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吊在这边的 这个吊人牌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好 那我在哪里 这个钱币要小心翼翼一点 OK 所以我觉得你是蛮有 我觉得你是蛮聪明的 而且也蛮有那种 我怎么讲 谋略 是蛮有谋略性的这种头脑 很聪明的 那来到这边这个全杖三呢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知道啊 这个方向大概已定了 这个关系大概也要开始发展了 或者是这个合作终于要开始 来到一个 可能有这种推动的机会了 所以呢 我感觉这个全杖三 给我一个感觉 你站在这个悬崖边 其实 一折洗一折忧 一折洗就是 好 我终于呢 从这三根全杖当中 选了一颗全杖 我要往前走了 我要把这件事情推动了 但一折忧就是 哇 接下来我可能要承担重任了 我可能要去创造一个新的边藏 或者我要去打开 我自己的帝国了 可是呢 我觉得这一折洗一折 又听起来 其实说实在来 都是蛮好的消息 这样 因为呢 本来有一些事情要去承担 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去得到 他应该会有的结果 对吧 所以呢 这边呢 前第三之所以 为什么会成为你的挑战排卡 原因就是 从现在开始 一旦你决定了这个方向 这个计划 这个关系 或这个梦想好了 你必须要能够 好好的去把握合作机会 好好把握说 你能投入的这个资源 好好的去在你身上自己下功夫 因为这个人啊 有点像是挑灯夜战 然后呢 你注意看哦 这把火啊 从这个呢 月亮排卡 这边开始烧 烧到现阶段能量场 是放在桌上烧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我解释给你听 因为以前你需要这把火 好像就是在雾里 看花的感觉 你需要照亮前方的路 但那个时候的你 你是带着月亮情绪的 我有点紧张 我有点不知所措 这样真的可以吗 要承担多少风险呢 但现在你会说 与其如此 我不如把这个热情 拿来放在我桌上 好好地去计划 或者是去给他 有点像说 参考一下别人的过去的 比如说 相关经验啊 或者是去跟朋友打听啊 或是去收集更多资讯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个人会觉得 步步为营是有点太夸张 但是我感觉 你的步步为营呢 是好的那种步步为营 OK 那接下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权杖二 抽到的是这个战车牌卡 抽到的这个是 Karma OK来 这三关牌卡呢 他们要有跟你讲一件事情 很简单 OK 你注意看哦 这个权杖二呢 手上是有一个地球 这边有只小猫的 他们要有告诉你在 未来的状况当中 你一定要持续地 保持这个好奇心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是要告诉你 你不要忘了 是你选择走这条路 或这个方向 或这个目标 所以你要好好的 掌握你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地球 象征的是你的世界 比如说你新开创的世界 新开创的事业 新开创的关系 或新开创的想要追求的梦想 这个就是你要好好的 掌握在手上 那为什么这个好奇心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呢 这只猫呢 站在这个人的前面 一直就是说 你不要觉得说 哎这样这样这样 哦很好很好 现在成绩不错 很稳定了 然后呢 你可能就懈怠了 你可能就不往前了 或你不愿意再冒风险 或你不愿意再去创新了 所以他们说 这个权杖恶之所以 为什么一手拿着地球 一手拿着权杖是 你知道你自己 不可以卡在犹豫不决 你已经从这个权杖三 拿出一根权杖了 这个犹豫不决 要被留在脑后 所以在未来的你 你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两根权杖 你还是持续的 拿这个权杖向前哦 你之前是有点害怕 站在旋上来 你现在是告诉自己 我害怕也不会对事情有帮助 对吧 我不如好奇去探索 看看前方有什么样的机会 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发展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空间 所以呢 你来到这边呢 抽到这个chariot 还有这个comma呢 他们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你哦 我全身突然且激励个大 我要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梦想 你必须要踩在云彩上 你才能够去追逐它 你懂我意思吗 梦想呢 其实是不实现的 我跟你讲 它就是一个空想嘛 对不对 那这个战车之所以 为什么会在云上 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梦想 幻化或者是化作为现实 就是要实现它的意思 OK 不然你就踩在云朵上 那没有用的 会踩空的 所以他们说 这个战车牌卡 就是要告诉你 回到地面上来 把这件事情好好去执行 接下来你所栽培 你所投入的一切 它自然才会有一个好的comma 也就是好的业力 回到你的身边 OK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三个人啊 他们好像在黑夜里面祈祷 拜托拜托 请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 拜托拜托 请让我这件事情 能够好好的发展 达到我想要的 比如说预期的 比如说报酬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OK 所以他们说 接下来脚踏实地 对你来讲很重要 OK 一步为脚印 步步为营 脚踏实地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目前你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 是这个钱币国王 这个钱币国王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哦 你刚刚是钱币骑士 来 你现在变国王了 你现在已经晋升了 变国王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你这些好的comma会回来的 你的努力啊 这些报酬会有回报的 那这些东西呢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那就不得了了 比如说你以前呢 刚要去投入 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只有成本年十万块 现在来了 哇赚了一百万 那接下来怎么办 你从来没有 走过这么大的案件 这么大的企划 这么大的 比如说金钱好了 类似像这样 OK 那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呢 我感觉 这张牌塔给我有一种 感受 有点像说 你现在除了可能在未来 会越来越多东西 需要你去学习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 钱币国王给我有一种 你会象征丰盛 因为上面都是这个葡萄 就是你会有丰盛 但是你要 好像进阶到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就是你现在以前 只能去handle 像钱币式的这种钱 OK 那你现在已经变国王了 哇赚了一堆钱 或者是这个企划很成功 很多人认识你 或者是这个专案发展得很好 推动得很棒 你以前只是一个 比如说帮公司做事的人 结果老板呢 升你当一个主管的 甚至升你为这个专案的领导人的 哇 跟以前的角色不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 这张牌塔给我有一种 你要晋升 你要学习 你要在成长 你要在了解 原来坐在这个位置上 还要能够去 怎么讲 优化自己 或者是加强自己 哪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币国王 是要告诉你 不用担心 一步一步脚印 步步为营去做之后 你来到这个钱币国王 那个才是你真正 算是要去提升跟考验的开始 好吧 OK 所以我感觉 你这两周能量场是一种进展 OK 那接下来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那这次宇宙验证牌卡 比较特别一点点 我这边呢 桌上有很多副牌卡 他们告诉我 按照自己的直觉 按照我的直觉 还有他们的指引 去抽每一个星座 适合的验证牌卡 所以这一次呢 每一个星座的验证牌卡 有点不太一样 好吗 那会借你去参考 你的这个太阳月亮上升 金星 四个星座 你可能会觉得 比较中全一点点 好吗 我把这个先放在这里 稍等我一下 他很坚持要出来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OK 来吧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就分门别类 一步一步慢慢来 OK 来 这两张验证牌卡 分别是 Protection 跟这张什么 Perseverance 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不太会念 不好意思 本人英文需要再加强 但是这张牌卡 是有点像是说 你必须要能够很坚持 很坚毅 然后走长期的 OK 这个牌卡 给你看一下 这个意思是说 你不要担心 这些你可能会担忧的 就是在过去能量场 你会担忧的 你身边一定会有你的 比如说 我个人会感觉 比如说像是 怎么说呢 你的指导灵也好 或你说天使也好 或宇宙也好 他们会保护你的 我感觉 你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有点像老天爷 帮你安排好的 OK 或者是这个机会 就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我感觉是这样 所以他们会保护你 让你去进行 这个计划很顺利的 那另外这张牌卡 就是呢 你看 对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Keep going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持续的去做 持续的去做 持续的投入 所以我刚才会跟你讲 你会一路一路慢慢走的 从这个钱币逝者 跑到这边变成钱币国王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这个一路是会丰收的 那在丰收的过程当中呢 坚持一步一脚印 步步为一 很重要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所以这个宇宙宇宙验针牌卡 就是出来告诉你 不要急 不要慌 慢慢来 OK 缓缓的没有关系 稳定成长进步 是一件好事 OK 来 那这张牌卡呢 是要告诉你是 疗愈你的心 这样子 OK 那这张牌卡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 新来朋友们 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 我个人不是一个 这张牌卡反而是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们如果有的人想看下面的含义 我给你看清楚一点 OK 这张牌卡 其实是要告诉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劳心劳力 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场就有讲了 你会很劳心劳力的 虽然体力占的比例不多 但你的这种 我觉得精神上 心灵上 或情绪上 我觉得反而是你要注意的 这就是为什么 叫做Healing Heart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 我感觉 这个要你去 超烦 要你去花很多心力 这个部分是很重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请你好好去照顾你 这一块 这个部分 好吗 所以宇宙在提醒你 这很重要 OK 就算你体力很OK 但是你情绪 或者是你内在状态 没有跟上来 其实是会把我们自己击垮的 OK 所以这张牌卡是宇宙要重复 在提醒你的 OK 好 那接下来你抽到的是 钱币9 还有抽到钱币10 你看多棒啊 钱币9 钱币10 两个都一起出来了 OK 好 来 这个呢 就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刚开场的时候 会觉得你们有些人 好像会被搭讪 淘化很好 原因就是 这两张 我全身几乎跟他 这两张牌卡出来的时候 给我有一种就是 你会事业感情两得意 或者是比如说 家庭跟事业两得意 就是你会有两件事 都很得意 OK 因为呢 这个是钱币9 走到钱币10 钱币9 走到钱币10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我之前自己一个人很好 其实说实在 我不用依靠他人 我也不用去 管别人怎么想 我自己 我的小日子过得可滋润的 对吧 那你走到钱币10 是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对不对 那旁边呢 还有你们养的宠物 还有这个温暖的家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持续成长在进步的 你会得到丰收的 你看哦 你这边有这个葡萄 对吧 我刚才有跟讲 未来你会走到这个钱币国王 一样有葡萄在上面 这象征的就是丰收 而且是很实质的丰收 很实质的丰收 就是钱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需要你去 优化去滋养 或者是要能够去提升你自己 原因是因为 这个丰收 不是丰收收下来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是指你来到的一个 更大去承担重任的 这个身份也好 或地位也好 或者是这个位阶也好 看公司给你升迁什么 对吧 OK 那这边呢 他们要特别提醒一件事 你刚刚呢 在这个吊人牌 我不是跟你讲 你这边有个小钱币吗 你看这个钱币酒 这边有个小钱币 你知道为什么钱币酒 手上有个小钱币 这边也有个小钱币吗 原因就是因为 我刚刚有跟你说啊 你知道说 嗯 这个要小心 这个要计划 这个要注意 你是不是要注意很多细节 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钱币酒 手上这个钱币投进去之后 它就变成钱币石了 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啊 你绝对有智慧 有能力去判断 可是一定要多做功课 啊 或多筛选资讯 但是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不要道听途说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要我跟我跟这些 初女座 如果刚好这是你的讯息的话呢 他们说 呃 你身边可能有一些人 会发表他自以为的意见 给你当做意见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懂得去筛选 这是这张牌卡 跑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能量 咻 这样很 很 我觉得很锐利 所以这个部分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吗 因为你有智慧的 这边有一只猫头鹰 象征你有智慧 去如何管理你这些风收 如何再进行下一步 所以不用担心 那最后在这边呢 我们来看看 来 这个是 来你看吧 这个就是我全身挤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一步一脚印 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你看 你现在正在爬向 这个成功的 对吧 我刚从头到尾都跟你讲 你认能量很好的 它只是循序渐进 慢慢在进步的 OK 所以不要急 一步一脚印 OK 来 接下来呢 下一步 这个是 OK 来 你看 这张牌卡 就是叫你要 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蝙蝠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 你要注意 有敌人 可能会想办法去 对付你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这张牌卡 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为什么 对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在这边 读这张牌卡 有一个很能量 这样 冲出来 就很像是 有人对你 射一个飞镖的 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我刚拿着它的时候 就突然有这个感觉 你看这张牌卡 就是在对应的 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 不要到听胡说 不要去听那些 就是没有用的 就是那些意见 不是说他没有用 不是说他这个人很废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人 他就是会 夸大其词 或用他自己的观点 去讲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你要懂得去分辨 就是这一个蝴蝶 不是蝴蝠 蝙蝠牌卡 好不好 来 那接下来呢 这张牌卡呢 你看 这张牌卡就是在告诉你 你要迎向一个新生的 这个就是你在滋养培育的 OK 所以他们说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 把这个 你想要去创造出来的东西 好好的 像这个摇篮一样 好好的去栽培他 培育他 好吧 最后这张牌卡 你看吧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 胜利的火把 哎呀我的天哪 我跟你讲 我的天哪 我全身姐姐皮革 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开场的时候 我全身姐姐皮革 一开场的时候 一开场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 我就跟你讲了 为什么 在这里 他们一直叫我 拿这个火把来说 我一直想说 哦好 你看 你最终抽到什么东西 火把 验证火把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你 你要拿着这个胜利的火把 象征的就是胜 这个就是他们奥运 那个叫什么 圣火 对吧 你要不断绵延的传递下去 你要坚持在你的赛道上 你要能够步步为营 很小心没有错 但是不要忘了 谁可以传递这个圣火 只有胜利者 OK 所以 哇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叫我跟你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全身都是电流 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战胜你自己的担忧跟恐惧 或者是不明确 不明朗的状况 好好在这边下功夫 胜利的火炬 就会来到你身边 OK 所以呢 我觉得 哇 这是很 我全身一直起电流 这个是很强大于 做在验证这件事情的 你要拿下这个胜利的火把 你得先成为一个强者 成为一个胜利者 为你自己而努力 OK 这个就只是验证在验证 处女座 还得到一边 好的 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希望呢 这些建议虽然看似很简单 但有些时候 要做到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 坚持在自己的赛道上 好好的 把这个胜利的火炬 给她拿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 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